第三节供应价值计量的具体应用 这个内容站在我们历史上出题的角度不太重要 但是去年据网友的回忆也考了一个题 第一个大的标题是非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计量 是站在资产处于最佳用途的状态下的计量 所以先界定它的最佳用途 是指市场参与者实现影响非金融资产或其所属的一组资产 和负债价值最大化的时候它的用途了 我们在计量非金融资产价值的时候 应当在最佳用途的基础之上来确定 该非金融资产估值的前提 即它是单独使用 还是和其他的资产放到一起怎么样组合来使用 如果单独使用能够实现价值最大化 那就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假设单独使用它呗 在这种状态下来计量 如果说跟其他资产或资产负债的组合结合的一块来使用 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 我们就假定什么呀 假定它在组合的情况下 进行最佳的这个使用状态下来计量它的供应价值 第二个大的标题 负债和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供应价值的计量 就是站在证券的发行方角度了 要么是把它分类为金融负债 要么是把它分类为权益工具 如果说把它分类为金融负债的话 有可能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是吧 而且变动呢 进入到当期损益 如果把它分类为权益工具的话呢 初始确认是按照供应价值 后续不再调整供应价值变动了 这么个概念 那么第一个小标题呢 是确定负债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供应价值的方法 分这样三种情况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如果说它本身具有可观察的市场报价 就是具有可观察市场报价的相同或类似负债 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要么是一模一样的 要么是类似的 那就是以这个报价为基础算它的供应价值 第二个呢 如果不存在相同或类似的报价 但是呢被其他方作为资产来持有了 这种情况 我们就找对方资产的那个价值 是大的原则 又分成这样三小点 第一个呢 是如果对应资产存在活跃的市场报价 并且企业能够获得这个报价 那企业就应当以对应资产的报价为基础 来确定它的供应价值 第二个呢 如果对应的资产 它不存在着活跃的市场报价 或者是无法获得这个报价 企业可以使用其他可观察的输入值 比如说对应资产在非活跃市场里边的报价 作为它的供应价值 只要能够找到报价 这是好的 第三呢 如果一和二的可观察价格都不存在的话呢 那就是使用估值技术了 第三种情况 不存在相同或类似的报价 并且其他方也没有把它作为资产来持有 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只能够采用估值技术 去估它的供应价值了 第二个小标题是不履约的风险 里面包含着自身的信用风险等等 我们要不要考虑 在估供应价值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这个风险的影响 当然要考虑了 那考虑的话呢 你说是把价格调高还是调低 作为我们这个工具 站在供应价值技术的角度 供应价值调高调低 供应价值怎么算 未来信级流量的折现值是吧 如果说考虑这个不履约的风险 把风险溢价 打入到折现率里面 是不是就变大了 分母变大了 折出来的价值限制就变小了 所以说考虑这些风险的影响呢 如果考虑进去的话呢 它的价格又往低了跳 不履约风险是指 企业不履行义务的风险 包括它不限于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 那么第三个小标题 是负债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转移 会受到限制 不是说随时都可以转移的 随时都可以交易的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那就是分两种情形呗 第一种情形 如果说供应价计量的输入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参数 那个模型的参数里面 已经考虑受限的影响了 还用不用单独调了 就不用了 那如果说之前怎么样 我们之前还没有去考虑它 就是之前的计量呢 没有反映这个受限的因素 那就单独调去呗 往低着调 第四个呢 是具有可随时要求偿还特征的金融负债 比较典型的是商业银行 吸收客户的活期存款 人家随时 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取钱 那我们就得偿还 具备这样的特征 那它的这个供应价值的 按照谨慎性 不应当低于债钱人要求偿还时的应付计额 不低于就大于等于这个数字 从可要求偿还的第一天起折现的限制了 OK 第三个大的标题 市场风险 或信用风险可抵消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供应价值的计量 为什么抵消呢 因为这里边既有资产也有负债 可以抵一部分 企业持有一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时呢 可以基于净厂口来管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按照出售特定风险厂口的净多头 就是他们两个底掉以后呢 是资产 那站在资产的角度的话 就是把它出售了呗 所能收到的价格 或者说转移特定风险厂口的净空头 资产底掉负债以后呢 是一个净负债 那站在负债的话呢 就是转移呗 转移这个负债 所需支付的价格为基础 就是既然该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的供应价值 这个一般了解就行了 17年的单选 企业在按照准则规定采用供应价 来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时 说下列各项有关确定供应价值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在确定资产的供应价值时 可同时获取出价和要价的 应当使用要价 是比较高的 我漫天要价吗 作为资产的供应价值是错的 应该是出价 是比较低的 那B是使用估值技术来确定供应价值时 应当使用市场上可观察的输入值 在无法取得或取得可观察输入值 不切实可行的时候 才能够使用不可观察的输入值 这个是对的 C 在根据选定市场的交易价格 确定相关资产或负债供应价值时 应当根据交易费用 对有关价格进行调整 交易费用不是资产负债的特征 所以不需要对它进行调整 只不过我们在确定哪一个市场是最有利市场的时候 要把这个交易费用给它扣掉 确定出来哪一个市场是最有利市场了 在这个市场上以交易价格为基础 确定其供应价值的时候 就不要再扣交易费用 只扣掉运输费用 第呢 以供应价值计量资产或负债应当 首先假定出售资产或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 是在该资产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的错 首先呢是在主要市场上进行的 如果找不到主要市场的话呢 推尔丘基斯选最有利市场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2B这个选项 OK到这的话呢 我们这张的内容接近尾声了 接下来通过这张思维导图 把这张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供应价值概述 供应价值的定义 说的是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转移一项负债 所需支付的价格 是一种脱手价格 供应价计量的基本要求 第一个呢是相关资产或负债 我们要把握它的特征 它的状况啊 新旧程度 所在的位置 还有受限的这个影响 那这个受限呢 看针对谁 如果针对资产本身呢 是它的特征要考虑 如果是针对特定的资产持有者呢 不是针对这个资产本身 不是它的特征 就不考虑 其量大约是单线还是组合 要搞清楚 有序交易 什么叫有序交易啊 具有惯常市场活动的交易 交易量稳定 交易价格呢 也比较稳定 那么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呢 优先选主要市场 什么叫主要市场 交易量最大 交易活跃程度最高 这样的市场呗 如果没有的话呢 找最有利市场 咱们来确定啊 最高金额出售资产 最低金额转移负债的市场 算的时候呢 用每一个市场上的交易价格 扣掉两个费用 一个是运输费用 还有一个是交易费用 确定出来哪一个是最有利市场呢 以这个市场的交易价格为基础 算公盈价值的时候呢 只减掉运输费用 因为地理位置是资产负债的特征 交易费用就不要再减了 市场参与者要把握它的特征 比如说非关联方之间 双方怎么样 熟悉情况呢 自愿的而且有能力来交易 供应价计量的要求 第一个呢 是初始计量 我们一般呢 是把交易价格作为供应价值 但是也有例外呀 不把交易价作为供应价值的倾向 比如说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被迫进行的交易 这个交易呢 不是在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上的 或者说计量单元 它不一致 就不能直接用了 估值的技术 市场法 收益法 成本法 那这里面市场法呢 如果是第一个层次的 收入值的不需要调 否则要进行调整的 那么收益法呢 比如说折线 要确保现金流和折线率的口径是一致的 一旦选择某一种估值技术 轻易不能变的 如果说变的话呢 估计变更报表付出披露 另外我们强调了一个什么事情 在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进行估值 你使用单一的估值技术不行的 那它也使用多少 而且如果不同的估值技术 比如说市场法和收益法 它们两个差别比较大的话呢 能选较高的技吗 能选较低的技吗 都不可以 是不是都有问题 那得怎么样 找原因 然后进行调整 下边输入值 供应价值 计量当中的 溢价折价这个考不考虑 分情况呗 比如说控制权溢价 少数股东权溢折价 你考不考虑 你不考虑能行吗 你得考虑呀 而大宗持有因素呢 不是官场交易 不是官场市场活动啊 不是有序交易 不考虑 以出价和要价为基础的出入值 正常呢 我们是一般的是以出价 买方的出价比较低的 计量资产的头寸 你卖方的要价 比较高的来计量负债的头寸 或者使用他们两个的中间价 但是反正来不行 供应价值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输入值呢 通常一般来讲 是不需要进行调整的 说的是相同一模一样的资产 我不是说过吗 双胞胎都不行 一模一样的资产 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 作为第一个层次的输入值 一般来讲不需要调 那么第二个层次的输入值呢 比如说类似资产 活跃市场上的报价 或者说呢 相同或类似资产 非活跃市场上的报价 或者说其他可观察的输入值 第二个层次 前两个层次的输入值呢 都是属于什么 可观察的输入值 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输入值是什么 是不可观察的输入值了 那么供应价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 取决于什么 估值技术本身吗 No 是估值技术所使用的输入值 到最高还是最低啊 最低 所属的最低层次来决定 供应价值计量的具体应用 非金融资产的供应价 是在最佳用途的状态下 来确定它的供应价值 负债和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的计量 方法呢 分情况呗 如果本身有活跃的交易市场 有报价 这个来 否则的话呢 去找对方 所以资产持有时的那个价值 要么是报价 要么是类似的报价 要么是估值技术 如果都没有估值技术 不履约的风陷 那这个肯定要考虑了 往第一个条 转移收线分情况 如果收线的因素 前面输入值 里面没有考虑的 你现在考虑 如果之前已经考虑了 不用再调了 可随时要求偿还特征的金融负债 那不要低于 或者说大于等于什么 人家占线人 要求偿还时的那个价值 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 可抵消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的供应价值 那你抵掉以后看 多头还是进空头 如果进多头的话 相对是卖资产 如果是进空头的话 相对是转移负债 如果卖资产 出售它收到的金额 那如果转移负债 那就是怎么样 那就是支付的金额 OK 关于供应价值计量 这一章的全部内容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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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